范冰冰去哪儿了,冯小刚的赌局很着急。 范冰冰在哪里?很多人都想知道她的行踪,恐怕现在最着急的是冯小刚。 手机2拍完了,作为女一号的范冰冰却被崔永元扔了一个受雷。 冯小刚跟华裔兄弟有个十一度约,现在女一号却迟迟无法露面。 华裔堵住背后整个累股有1.5万亿的好赌,正犹如一把力剑高悬。 华裔有没有兄弟?有,那都是一帮赌上身家的兄弟。 赌了多少呢?华裔兄弟的账面商誉为30.5亿,超过净资产的30%。 商誉到底是个啥东西呢?它是一种无形资产,看不见摸不着的,可以永久挖在财务报表上。 这个东西主要是收购的时候形成的,说白了就是上市公司对收购资产未来收益的一个期待。 华裔兄弟的商誉主要就是跟冯小刚、李承为首的一帮导演、明星兄弟们对度而来的。 冯小刚曾经花一万多块钱成立了东洋拉美公司,三个月后华裔兄弟就以15个亿估值给收了。 不是开玩笑的,当时冯小刚的公司总资产1.36万,负债1.91万,亏损5500块。 冯小刚当时跟华裔兄弟拍胸脯,承诺2016年给华裔兄弟赚1个亿,未来4年每年递增15%。 算下来5年赚6.74亿。如果按照冯小刚的度约,看上去还算合理哈。 所以华裔兄弟一把旧慷慨递向冯小刚他们支付超过10个亿。 赌约终约定,东洋拉美就算5年没有任何收入,冯小刚补偿6.75亿一样过关,就算冯小刚躺着睡觉,都可以赚3.75亿元。 冯小刚当然要赚,华裔兄弟为啥跟冯小刚对赌呢?冯小刚是大导演,票房报证啊。 票房是人的票房,大导演扑街的比比街市。 冯小刚赌,冯小刚赌约第一年就打脸了,我不是攀金连票房扑街,东洋拉美才赚了5500多万。 冯小刚将2017年的赌局压在发华上,本来是国庆档可在上映前紧急撤档。 一旦发华在扑街,冯小刚的赌注就麻烦。 撤档最终挽救了冯小刚,2017年以1.16亿元刚过队赌线。 2018年,冯小刚将赌注压在手机2,可范冰冰的麻烦才开始。 如果冯小刚的赌约夸张,华裔兄弟收购的东洋浩瀚那就更让人打开眼界。 范冰冰的男朋友女成为首的一帮明星,成立了一个1000万的空壳公司,他们比冯小刚更急迫,成立的第二天就以10.8亿卖给华裔兄弟。 同样赌五年,赚606亿。无以例外,第一年只赚了5000多万,赌约没完成。 当然,华裔兄弟还可以期待后面的赌注吗? 反正,整个公司的赌注超过30亿不在乎一两桩赌约。 只是,华裔兄弟的赌注将近净利润的三倍,现在一个范冰冰就让冯小刚赌约前途未补,崔永元的手雷还会炸出什么鱼,华裔兄弟只有自秋多福了。 华裔兄弟只是上市公司开赌局的冰山一角。 A股早从2011年开始就流行对赌了,那一年整个市场的对赌商业只有1348亿。 到2018年,对赌商业已经飙升到1.4546万亿。 10倍增长的背后,A股有80%的上市公司都参与了对赌。 商业从2011年占股东权益2.39%到2017年底,超过28%,增长超过14倍。 这是个啥概念呢? 现在A股如果剔除无形资产,商业资产这一类的泡沫资产,意味着整个市场的干货至少要降低将近1.5万亿。 A股如果公司的负债率按照挤掉泡沫的干货资产来计算,恐怕A股整体的资产负债率会扶摇直上吧。 商业泡沫一旦破裂,会多可怕呢? 月传媒收购两块资产,商业为1.6亿,没想到被收购的资产就是造假的,收购后破产了,意味着商业归零。 月传媒一下就拖入亏损泥盘。 三台电子就更糟糕,2015年收购了一家公司,商业6.78亿元,一年多时间公司就玩坏了,商业可回收金的只有7873万,差不多每天烧掉160多万。 三台电子掉进坑尔里,一年亏了13。各亿。 到目前为止,A股至少有120家上市公司的商业超过净资产50%,最夸张的超过2260%。 商业就是一场前途未补的对赌,2017年就有超过32%的对赌没有实现哟。 上市公司一旦进入赌局,犹如进入一个黑暗的世界,会将所有的期望押注给不确定的未来。 可老板们为啥热衷于收购对赌呢?上市公司管理层难以通过内生实现公司的增长,只有寻求外部的并购来助推公司的发展。 如果说管理层的外言并购是为了发展,那么很多上市公司的对赌可就是鸡鸣狗盗了。 比如,行贿要送钱,多危险,那就收购一个官员的白手套公司被这种利益输送洗钱的路子,经过层层监管,谁还能说有毛病。 当然,庄家喜欢对赌,至少在赌约签订的时候,那是一个利好啊,几根阳线拉上去,就算上市公司亏成狗,可庄家把股价炒上去,老板减持套现一大笔,管他身后洪水滔天。 万亿商业犹如一把利剑高悬在上市公司的头上,如果对赌成功,皆大欢喜,一旦失败,恐怕那些高额的商业就变成屠龙刀,到时候血流成河的客室散户,因为庄家老板可能早就高位套现了。 更为可怕的是,一旦上市公司用虚无缥缈的商议去进一步放杠杆,到时候引发的金融风险将远远超过BRP,链条上遭遇血洗的固执是股民,金融机构的风险将难以想象。 华裔兄弟们的赌注赌上的是整个局中人的身家,既然选择了赌局只能继续。 只是人有时候向前一步是天堂,可有时候却走不出半步。